说到德云社现在真的是太火了 一举一动都能迎来网友的欢呼和尖叫 德云社的一帮老爷们也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开心 成为了很多人的欢乐源泉 有人喜欢于谦的桀骜不羁 有人喜欢月云鹏的软萌可爱 有人喜欢秦潇贤的颜值帅气 有人喜欢郭麒麟的教养董事 说到德云社吸引人的成员真的是数不胜数 大概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地方是属于德云社的 德云社大火以后经常听到网友各种各样的评论 我也好想加入德云社啊 请问我还有机会加入德云社吗 怎么样才能加入德云社呢 这样的评价比比皆是 看来想报名加入德云社是很多人的梦想之一呢 但现在想加入德云社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过好消息来了 德云社龙自科要招生了 对于想加入德云社的人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很多人都知道德云社招生是按照云鹤九霄 龙腾四海这八个字来排的 前四个已经收买 如今该到龙自科了 其实我也非常想去 只可惜不招女孩子 德云社的龙自科招生发布会 在网上是用直播的方式 还没开始的时候就看到有很多人期待 看龙自科招生现场视频 不得不说太欢乐了 有好几个亮点 比如以下三个 亮点一 郭德纲 于谦带着一众徒弟到场 看现场视频单单出席的人员 就是最大的亮点 到场的除了郭德纲 于谦 高峰之外 还有张云雷 丸云平 孟和堂 秦潇贤 周九良 看看这名单 云和九乡四个科都有代表 云自科有两个人 主要有郭德纲的爱徒 所以阮云平必须出场 不说其他 就这几个人聚在一起 就是一个亮点 哪怕他们是日常聊天 也有很多人愿意看 当郭德纲 于谦一出场的时候 徒弟们全部都自觉站起来 特别有礼貌 显得十分乖巧 德云社的礼貌和教养 大家有目共睹 但凡是过得刚在的地方 徒弟们都规规矩矩 妥贴懂事 除了董礼貌 还有一个让我挪不开眼的重点 就是实在是太帅了 这颜值太高了 张云雷的微微一笑 让人看到阳光明媚 秦潇贤的五官俊郎 让人想到公子无双 周九良的一举一动 让人觉得软萌可爱 这样一群有颜值又幽默的人聚在一起 真的很难让人不开心 我看视频 全场都在欣赏颜值 真的又帅又可爱 亮点三 现场笑料不断 除了参与的人员 现场氛围也很欢乐 各种笑料不断 说不定以后 还会被写进响声里 先是梦和唐进来 不知道坐哪里 就准备上台 被张云雷一把拉住 有点懵的梦猛 赶紧拉着张云雷的手下来 正当这两个人在商量坐哪的时候 周边的周九良和秦潇贤 已经很乖巧的坐在了地上 大概心理活动是 既然不知道坐哪里 坐地上总是没错的 除了这个 当郭德刚在讲话的时候 坐在冰上的周九良 一脸呆萌 做的也不是很板正 就是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 单看几个片段 都让我觉得各种乐趣 果然这些德运社的哥哥们聚在一起 就是一场大的欢乐 不管德运社的人在哪 不管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都能很顺利的 把现场转化成一场相声 带给大家各种笑点 三 为什么报名人数这么多 德运社已经开始招龙自科的徒弟 很多网友都表示十分想报名 据说这次报名人数空前 看来机会难得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想去德运社呢 我觉得原因有这几个 一 郭德刚可能会亲自授课 良师难得 郭德刚曾经表示过 接下来龙自科他想亲自带 他想专门花时间精力来带一批人 如今招生在即 也就是说 如果报名成功 通过以后可以加入德运社不说 还有可能得到郭德刚的教导 这简直是太诱人了 很多德运社的人 连经常见到郭德刚的机会都不多 秦消贤曾说 在团宗里是他第一次在师父面前试活 足以见得得到郭德刚的指点 并非易事 也就是最早的云自科被师父教得多 剩下的徒弟 想跟着师父学点东西 不容易 而龙自科很有可能有这个机会 自然有人抢着来 二 可以提高能力 德运斗校社里的秦消贤 录制第一期 说相声的时候 怎么说怎么不顺 郭德刚也直言 他说的不行 在高强度的压力下 经过师父和师兄们的帮助 节目录完 他是进步最大的一个 如今的相声专业能力 提高了不少 如果能够进入龙自科 就可以进入这个严格的德运社 可以学习自己想学的知识 也可以获得长足的发展 三 历经风雨以后 时间证明了德运社 时间其实是很残忍的 在时间的洪流中 选择了一些东西 也淘汰了一些东西 德运社成立二十多年 历经风雨而不倒 甚至越来越有名气 就证明有他值得的地方 其实德运社出气非常难 对于挑徒弟 郭德刚曾经说 现在是尤其挑得更细了 不像小月他们那会儿 其实是因为后台真没人 话还没说完 月明鹏说了一句 是因为有天分 有天分 郭德刚说 他没有天分 那会儿 这句话一说 其他人笑成一片 郭老师又继续 回忆起当初的那段日子 说到后面 月明鹏没忍住 直接掉了眼泪 初期的艰难 没有钱 没有人 过得刚一个人 带着德运社举步维艰 其中滋味 恐怕只有德运社知道 如今的成功 也是曾经拼了命 努力换来的 经历过这样风雨的德运社 是被时间证明的 也是被大众选择的 如果能进入其中 一定会是一场值得的人生旅途 你想加入德运社 成为一名小龙人吗